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用permeco来多线程操作多台机器 首先我们看这集的课程目标是什么 就是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多线程 然后就是python的多线程 如何用多线程来实现permeco的操作 利用已有的python的module来实现 最后进行一个总结 我们看什么是线程 线程是操作系统能够进行运算调度的最小单位 它被包含在进程之中 是进程中的实现运作的单位 我们来看一下试图 就是一个process一个进程 它是有很多个线程thread来组成的 那么多线程它有什么优点呢 就是说它能避免线程的阻塞 提供程序的可响应性 那么这个怎么理解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试图 如果一个文件的打印程序的话 如果它是单个线程 我们就要一边做打印 然后一边 然后做输入 再打印 再输入 然后结束 如果是多个线程呢 那你的输入和打印 这两个就可以分开来进行 就是说一边在输入 一边来打印 然后这个时间相应的就可以减少 就不是说我在打印的时候 你就用户就必须等待 它这个时候不能输出 输入 所以说如果是多个线程处理的话 它一边能够输入 一边能够打印 是互不干扰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 它提高了程序的可响应性 然后这张视图就更加明显的 如果是单个线程的时候 就一个人在忙 如果是多个线程的话 其实是 多个就看到多个机器人 在互相的协作来完成这件事情 但是在多线程的程序中 我们就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线程同步 也就是说在使用线程的时候 要避免多个线程对同一变量或资源的访问冲突 一旦稍不留神 重叠访问 在多个线程中修改等这些操作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 更严重的是 这些问题一般会在比较极端的 比如说高并发 生产服务器 甚至在性能更好的设备上 就是说一些很偶然的情况下会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Python的线程 Python中它并没有具体的线程实现 它是由对应的底层操作系统提供的线程来进行实现的 换句话说 如果你的Python是运行在Linux下 Python中的线程就对应在Linux下提供了一个p-thread 因此Python的线程调度是由操作系统来决定的 Python自己并不会来调度线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Python线程的API 它的API 其实就是说 它提供了一些我们可用的包 比如说一个threading的包 之后我们在编程中就会来具体的看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具体的起代码来看一下 如何来进行 就是说来进行线程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设计两个场景 一个就是说 一个上传文件跟下载文件的服务 我们普通情况下 就是说一个在一个线程内 就是说上传文件完之后 然后再接着下载文件 或者说下载文件之后 再上传文件 然后然而我们如果开两个线程的时候 就可以一个来上传 一个来下载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多个服务器 每个服务器进行线程的 每个操作 然后观察的服务器上 其实我们把两个合为一个就是说第一个是基础 然后我们就是说完成的单台服务器上 开两个线程操作 如果是如果是多台服务器的话 我们就可以然后把它进行一个封装 然后观察多台服务器的那个上传文件 或者是下载文件 或者是观察服务器的状态 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如何进行操作 首先我们引入这个threading这个module 我们还要还需要引入时间这个module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个 一个一个现成的函数 比如说upload的function 就是上传的一个函数 它做什么操作呢 它其实就是首先就是建立一个paramodicode的一个对象 跟我们之前的操作是一样的 然后connect连接 然后我们因为要上传文件 所以说我们拿到一个ftp的client 然后去上传 把本地的这个res.tx7上传到对应的目录下 然后我们就利用这个threading这个包来看一下如何生成一个线程 比如说我们这个就叫上传的线程 然后用threading它的thread的方法 它有个target和这个参数就是填对应的回调的话 就是这个线程的函数upload的function 然后我们把它呃 这个线程给构造出来之后 我们就start启动线程 当然光启动是不够的 因为如果主线程结束的时候 它其实是这个整个进程就结束了 然后这个线程的话 它就不会等待这个upload线程 正常的结束就会被停掉 所以说我们应该让主线程来等待这个业务线程的结束 我们就调这个jump方法 呃就让它完成 我们再打一个呃 调试信息 upload finish 我们来看一下 对 现在现在这个上传结束了 我们再写这个下载的线程 download function 跟这个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拷贝过来 这个就是调用它的 下载get 这第一个参数是远程的这个文件的地址 那么data 比如说我们下载data.tft 然后下载到本地 你叫data.tft 然后我们在写调试的信息 这个我们便于观察 download finish 然后在这儿有同样的模仿之前写好的 这个叫download thread 这个download function 同样的我们也让download thread给启动起来 然后你让它unthread join 等待它的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 对 上传跟下载都成功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本地 就有这个data.tft 那我们就完成了上传线程和下载线程的这个建立 我们之前说过它可以提高程序的可响应性 因为它两个是并发的 然后其实它也很直观的 就是说它可以接手我们的这个时间 我们怎么看时间呢 可以在这儿开始的时候打印一下 然后这个结束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可以再打印它的花费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它花费了将近1.3秒的时间 如果是顺序执行的话 它应该是要大于这个时间的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课后习题 来让大家来进行一个 一个思考 就是说看 比较一下 现在我们把多线程的这个上传下载的时间给计算出来了 那么请把这个 在同一个线程上传下载的这个程序给写出来 并比较哪个是更节省时间的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就是说如何观察多台 在多台服务器上进行一个这个 现成的一个操作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对于我们只需要把现在已有的这个代码给封装一下 Def 建立一个 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个函数 就是说 操作一台机器是如何操作的 叫operator one machine 其实 就是说 这样 一台 我在一台机器上 我开两个线程 然后我在这儿调用 其实它还是花了这个1.2秒的这个时间 如果是多台呢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呢 就是说我们定义出多个config一个 然后让它去 让它去这个读取 比如说 我新建一个config一个1 它里边的这个 它里边这个IP地址啊 端口啊 用户名 密码 都是另外的一套 然后它就 其实就访问了另外一台机子 然后这些获取的获取远程的这个目录啊 可能是要改变的 也可以设置成一样 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就完成了操作多台机器 那么请大家也 写操作自己用两台机器 或者说是操作本地的这个 本地的这个机器也可以 如果没有远程机器的话 访问本地的机器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 来认识了这个多线程的一个优点 其实它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多线程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线程同步的问题 比如说那个我们讲到了 它在多个县程内 你访问同一个变量的时候 是要进行一个同步操作的 同步操作它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它在 它只需要加一个锁 这个look 建立一个锁的对象 在访问的时候 比如说要访问同一个变量 比如说我们访问这个 number这个变量的时候 在两个县程访问的时候 在访问之初 ac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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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锁给锁住 然后比如说对它进行加一个操作 加一 然后结束的时候 release 这个number这个我们要声明一下 因为它是全局的对象 好 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访问它的时候 也是 这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在这个限额函数访问它的时候 也要这么操作 然后这样就保证了这个number操作的 它的 它的这个并发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行为 那么这一刻我们就讲这里 他一方面我们一方面是要认识 什么叫线程 然后多线程的优缺点 然后如何用permaker来操作 多台机器 而且用多线程来操作它 然后请大家下去的时候 实现自己的这个多线程来操作两台机子 这么一个一个机制